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收到最近這個消息 就是加拿大推出了兩種移民的方式 來幫助香港人移民成為加拿大的公民 我想值這個機會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譬如說為什麼移民加拿大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對比起BNO或者移民英國這個選擇 譬如雙方有什麼優勢呢? 以及你可以怎樣來規劃移民加國這條路呢? 6月8日我們的移民部長Marco Medicino 公佈了兩個最新的移民方法 為符合條件在加拿大工作或者應屆畢業生的香港人 提供了一個永久居留的途徑 其實我們的移民部長就說到了 如果申請這個居留的時候 這個申請人就有以下的條件 第一他當他遞交這個申請永久居留 即是PR身份的時候 他必須在加拿大擁有這個臨時居民的身份 第二個就是必須在語言、教育、工作和其他的資格上面 滿足到這個移民的最低要求 第三你一定說要通過加拿大普通的移民的申請 和篩選的程序的要求 第四就是因為要確認他有香港的居留權 所以必須他一就持有香港特別行政護區的護照 或者他是BNO的海外護照 那究竟有哪兩種的Stream 可以讓你來申請到加拿大這個PR的身份呢? 第一個Stream A就是 申請人需要在過去三年內 完成的加拿大指令學院 或者機構完成的高等教育證書 第二個就是他們必須在加拿大 完成至少一半的課程 無論是實體或者網上教學 即是讀的有一半時間要在加拿大 第三個符合最低的資格 都要讀完至少兩年的文憑課程 第四就是如果是研究生或者研究生的證書 課程最起碼是一年 之前獲得的證書 不得在課程開始前五年內獲得 即是之前那個就必須在五年內的得到 即是說申請的時候是2021年的6月 如果當是 2018年的6月至2021年的6月之間 是要完成這個學費 而一半的時間呢 就在加拿大讀 無論是實體或者網上都可以 那如果是Stream B的話 我都覺得都蠻期待的 就是申請人過去三年內 在加拿大擁有至少一年的全職工作經驗 即是一年的工作全時間或者1560個小時 如果是part time的話 即是三年內 第二就是過去五年內完成了高等教育的證書 第三就是符合條件的專上課程與Stream A相同 即是不同地方的證書不一定 就是需要在加拿大裏面完成的 簡單來說就好像看到 如果五年內得到一個大學的Degree 或者認可的教育證書 即是可以試一下在加拿大找工作 找到一年的話呢 其實差不多都可以了 如果我按照這裏簡單點來看 那我就想來到去看 為什麼移民加拿大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移民的方針呢 是針對幫助年青人的 即是有意在加拿大升讀大學 或者想讀Master去upgrade自己 讀完後基本上就可以申請PR 對比以前我自己看回 我們就要讀完書 要找到工作一段時間 還要是合適的工作 再以計分或者其他 比如說省提名等等的方式 來移民 其實你看回現在這個政策 可以見到 其實省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和功夫 即是對於如果是有家庭的話 我就發現 其實有很多打算移民 都會可能去想一下 不如我讀一個兩年的證書 等等 即是從經驗去看 其實呢 可以透過讀書 來認識一下加拿大的市場 亦都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 來做一個career shift 第二條呢 我去看 就是對比起BNO 或者移民英國這個選擇 或者有什麼優勢在這裡 即雖然我對英國移民不太熟 亦都沒有去過英國 即是看回5加1的方案 即是5年定居有居留 或者加1年就有入籍 其實英國的方法呢 移民好處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 基本上有BNO 買機票就可以走了 自由的空間大 甚至整個家族移民都沒有問題 至於看回到加拿大的好處呢 就是可能呢 第一下呢 那一下被批准進來 就比較困難 因為要有5年內的學位 或者要申請讀書 對英語有要求等等 但看來呢 只要能夠過到這一關 一旦過來的時候呢 來到加拿大再申請PR 就變得很自動的 可能時間會比 甚至比英國快一點點 還有讀書或者工作經驗 其實都是一個的投資 來裝備好 投入一個新的人生方向 也都可以一家人來到移民 所以我覺得呢 都是可以試一下的 不行 還有英國這個option 是不是 至於要比較哪個地方好些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能夠知道呢 就是認識很多都不少的英國人 都移民來到加拿大 但是知道呢 應該很少加拿大呢 是選擇移民去英國的 那當中的理由 可能大家都比我更加清楚了 那第三條問題呢 就是你可以怎樣來到 規劃移民加國這條路呢 看著這兩個方案 那看來這兩個stream呢 其實都好像比重上 比較多是年輕人 但也都其實呢 從字眼上 沒有拒絕過其他人的 因為我現在很多時候都發覺到 遇到很多過來讀書的 現在都不一定是很年輕的 即若果這裡說到五年內畢業 其實可以都試一下stream B 即嘗試找一份工作 來得到那一年的工作經驗 如果不是的 其實可以考慮讀一個兩年的證書 在一個認可的學校 例如帶子女過來 其實很多學校讀的 不一定是很academic的 或者有時候都offer 例如手藝上面 或者你覺得很累 其實香港的生活 想轉一下career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試一下 只要語言和教育上面 合資格就可以考慮了 如果試過不行的話 再可以考慮其他的方法 例如說省提名等等 或者最後的back up 比如說去英國 都是可以是另一個幾好的選擇 我最終的建議都是去嘗試 嘗試過不行都沒有話好說 但加拿大是有這個機會 可能都是會得的 也都可以嘗試一下 將自己的需要放在祈禱上面 即是求主耶穌指導我們 這個人生的方向 好多謝你今天來到收看這段影片 再一次多謝你 如果可以的 都請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們很需要你的支持的 也都給個like 或者comment等等 來幫助我更多的 來到去認識大家 再一次多謝你今天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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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